第一次登場的雙起零 第一次登場的雙起零 第一次登場 好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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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起零 這裡都愛吃的 繼續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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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雙起零跟卡東做結合誒 對呀 這樣子就可以做一份報告誒 哇 今天我們的研究動機 是因為 現在台灣的溫度 主年上升 邊境相片的競爭 也越來越激烈 在2013年的4月全家搶先推出了雙起零 同年10月7月跟进贩售 因此先起了一股双麒麟的热潮 再加上我们与科大进行采学合作 学到了Cannol Oil品质模式的理论 再结合我们三个所学到的商业概论 加上我们三个都很喜欢吃双麒麟 因此我们想要更深入的了解 三家便利商店双麒麟 截至2015年2月的贩售历程 如首相图所示 介绍Cannol Oil品质模式 亨周微品质要素 越往右边具备程度越高 重轴微顾客满意度越往上满意度越高 紫色的线微魅力品质 魅力品质是指亚素具备时 顾客会感到满意 而亚素位具备时 顾客也可以接受 不会感到不满意 本色的线微义微品质 义微品质是指亚素具备时 顾客会感到满意 具备程度越高越满意 而亚素位具备时 顾客会感到不满意 具备程度越低越不满意 本组采用三种研究方法 文献分析、问卷调查及业者访谈 本组拜访了四家便利商店 发现双麒麟属于盲力高的品项 但成本也高 业者表示最受欢迎的口味是原味 更发现双麒麟已过长前期 销售量下降 受访者基本资料 受访者多为高二女生居多 最常购买的店家是全家便利商店 购买的动机主要以好吃为主 本组将便利商店双麒麟品质要素分为三购面 一口味及外观、二容器、三处商活动 在排名第一品质要素归类结果中 提供优位活动被归类于魅力品质 也就代表业者提供优位活动 能增加消费者的满意度 排名第二结果中 提供容器自由选择被归类于异为品质 也就代表便利商店提供多种容器 让消费者自由选择能增加消费者的满意度 在体质改善指标方面 提供容器自由选择被归类于事业者应优先实施的 若业者能加强改善此要素 能大幅增加满意度及消除不满意 提供优位活动落在第二区域及其作法中 若业者能加强改善此要素 能增加消费者的满意度 结论 根据本研究两大结果指标显示 两者结果相同 若业者能针对提供优位活动 及提供容器自由选择进行改善 能利用最小的成本达到最大的效益 因此本人就提出三点建议 一建议便利商店办理集点抽奖活动 二建议便利商店线缩双情记忆台 只保留风景区及教具特色的门市 例如清净农场门市 发售清净农场口味 三建议便利商店开发独家造型的容器 例如台北101造型的甜筒 我们的报告到 哇这内容好棒哦 评审一定会喜欢 对啊我们一定要努力做这份报告 这样才能得到好的成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